中文字幕——YK 只有沙特这样忠诚的走狗,才靠着讨好美国,成功站稳了脚跟,不然的话,其结果可想而知。 指挥了朝鲜战争的五星上将,道格拉斯·麦克阿瑟,这位美国的顶尖军事家,其出身于军人世家,他的父亲就是高级军官,这使得麦克阿瑟儿主木然,滋生了当兵的念头。 日俄战争爆发的时候,麦克阿瑟不过二十多岁,还是个矛头小伙子,这个时候,各国都将目光转移到了远东地区,美国同样不例外。 麦克阿瑟的父亲,阿瑟·麦克阿瑟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来到了亚洲,身为美国的将军,前来亚洲观战,他的使命便是观察交战双方的形势,并且对其进行深入了解,已被将来局势发生变化。 经过一场战争以后,麦克阿瑟的父亲就敏锐地指出,虽然俄国看似强大,但是实际上他们并不足为惧,相反他认为,日本才是要真正防备的强敌。 虽然这个国家只有弹丸大小,可是他的国民上上下下都被军国主义分为洗脑,这样的狂热最终肯定会引爆一场大乱。 所以美国如果要崛起,就不能不防备这个小国,日本。 至于彼时的中国,还在天朝上国幻想中的我们,就更加不住他的法眼了。 事实上,老麦克阿瑟认为,将远东地区视为美国必须要抓住的地狱。 他认为,欧洲虽然和美国的血缘紧密,但是事实上美国并不能指望从欧洲获取巨大的发展空间, 所以真正能让美国蓬勃发展的唯有远东地区。 而在这里,俄国已经是之木之态,日本正是朝阳。 所以说,远东地区虽然在那个时候比较落后,可是在这里有着全球人口数量最大的国家,而且还有着丰富的资源。 最重要的是,这里缺乏一个能够威慑各国的霸权。 可以说,这样的权力真空自然是美国最好的选择。 迈克阿瑟承袭了父亲的观念,后来他指挥太平洋战争终于和日本交战。 狂妄而又偏执的日本人,在迈克阿瑟率领的大军下,一次次尝到了失败的苦头。 其后,迈克阿瑟更是成为了美国家日本的大都督。 战后,他在日本有着堪比天皇的话语圈,日本人对这个强大的美国将军敢怒而不敢言,小心翼翼地讨好他们。 正是迈克阿瑟的经营,使得日本被美国的文化深远地影响着,最终使其变成了美国的小弟。 日本在战后之所以能够如此迅速地发展起来,就是因为有着美国的援助和支持,这使得他们的经济地位一度躋身世界第二。 但是,美国人之所以这么做也是有原因的。 20世纪末,美国人轻而易举就引爆了日本的经济支柱。 繁华的经济如同丰收的麦田,瞬间就被美国人收割。 可以说,此时的日本跌到了谷底, 直到今天还没能走出当年的阴影。 究其根本,美国选择支持日本就是为了控制远东。 但是,他们对于中国的疏忽,使得中国得以在短时间内迅速崛起,并且成为了更加庞大的经济体。 可以说,这个时候,他们已经无力对付中国,只能寻求合作了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